大家好 我是隨堂 最近我看完了楊麗舟導演的電影《拔一條河》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這一些假仙國小的拔河隊的小成員 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都在用他們的汗水還有淚水 來告訴我們一件事可能就是 可能一個人的力量會有一點渺小 但是大家的力量加在一起就可以叫做改變 我最感動的部分應該就是 那個冰店的老闆還有便利店的店員 還有一些拔河隊的選手的家長 他們一起去找里長廣播 想要給這些為了他們家鄉爭光回來的那些小拔河隊的隊員 可以讓他們有一種被迎接然後被重視被肯定的感覺 感覺的那一段我自己非常非常感動 因為我覺得這是現在我們社會非常需要的一種氛圍 就是不吝色於去給予別人讚美還有肯定 然後只要覺得你快樂我就快樂的那一種很無私的付出 這次比賽我們一定要贏 並不是要贏回第一名 而是要把這些災區孩子 失去的快樂自信的樣子回來 今天就是中秋節了 大家趕快來看打一條河 讓打一條河陪伴你度過一個最難忘的中秋節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